今天是元宵佳節 2月26日 過了今天就不用派利是了 但是基本上都沒有這件事 有些人我們是要派的 過了你也要派的 那些人也不用派 只要你沒到元宵也不用派給他 是吧 中國情人節 明天就是十三會的大好日子 明天我們都很惆惆 所以我第六節會再講 但現在都先講了 明天我們的營業時間就會稍然 下午晚一點才開 因為我老婆也想去 我們明天是1點至6點開 本來是11點的 開遲兩個小時 1點至6點 假如你們想來買東西 因為要回來收拾東西 那怎麼都會回來 那1點後你才回來 因為11點3時吃步飛 11點9 11點9 那只要吃幾東西 難道慢慢 這些場合他就不太喜歡 基本上 怎樣都要恭喜他 因為這樣 OK 很近樂期而已 好了 至於今天 多謝麥茶 今天我們就這樣 真的沒什麼心意 我也希望大家 聊聊心意 今天的課金 我們有一半 就給了一半 十三會 用來做 你們的賀禮 希望大家 都叫做 可以 給一些新人 不要那麼壞 我們就去演兜兜了 我們今天很容易計算 只是今天這一部分 就不用特別 自己記錄了 7部分是嗎 怎樣 就是這部分 不是 6部分 整晚計算 是否用不需要 由節目自己記錄 那就有個數目 如果細小 的話可以自己有個數目 可以出口 OK 就是我看平時 是 是的 如果太大 他就不能顯示 那麼多人 他測試到 你測試到 就是我們測試到 今晚有多少 測試到 大約 OK 希望大家 都表了點心意 點字六點 可能晚一點 一點三四個字 你不要太責任 今晚我們一人計算好數 我們會做大利是 給十三會 另外 二百元三隻的龍蝦尾 是做完 我都說我來散貨 為什麼要散貨 因為我來大些 就是紅龍蝦尾 二百元十八元兩隻 其實八二十六 十六安 其實算下去 比我們之前那隻更便宜 Anyway 希望大家又愉快週末 明天 我們看看 會不會有機會 看看十三位自己 放上來 還是經過我們 看看可不可以有些 直播就不會了 有些實況給大家看看 始終一個人 一生一次 我覺得基哥不知道現在 是抱著什麼心情 我經常覺得 特別是女網友 如果你現在在拍拖 你想你的男朋友 很有衝動跟你結婚 你想你的男朋友 會保持著一種對結婚的學求 記住一件事 你聽給你解釋 不要被他吵 我沒有說到六孫 不要跟他做愛 沒錯 跟我做好了 只要你不跟他做愛 堅決先結婚那晚 先結婚那晚 那他對結婚有個衝勁 有個期望 可能條仔說 我們是不是明年萬年 不如今年的求能期找個地方註冊 你要堅守 你一失去這個防線 他不是不跟你結婚 變成懶洋洋 不然13歲 不會等到今天 他不是不跟你結婚